紅維園長 部長長 剛剛聽了你的簡報 我想先講一下我的一個感受 跟你講的那幾個節日 我覺得今天要討論的 不是說那到底要不要放假 而是討論的是 最基層的這些員工 他的權益受到損害的時候 政府應該怎麼處理 所以我覺得你剛剛說的 道理上面看起來好像 也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並不是你剛剛講的這個問題 那你剛剛最後有提到說 去年有舉辦了35場 有找了全國性的勞工 還有就是雇主團體 還有專家學者 來做這樣的一個討論 那最後得到這些共識 好那我想要請教 就是說我們去年找的勞工團體 有包含哪些 這個在我剛剛的 這個報告的第9頁裡面 就是全國的各個工會都有 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 中華民國全國勞工聯盟總會 全國產業總工會 全國勞工聯合總工會 全國產職業總工會 台灣總工會 台灣機械業工業聯合會 高永市石化產業總工會 好那我們請一下 我們公斗的這個毛鎮飛前理事長 我們可不可以幫我們說明一下 去年勞動部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沒有邀請就是貴單位 還有其他比較重要的一個勞房的代表 來我們請毛理事長 石姐 這個我不接受被詢吧 他要現在他要詢問毛理事長 所以請旁邊先休息 那個整個35場會議 我們是沒有被邀請參加的 那我還要同時要講一下 被邀請的人 後來我們很快去問他們 到底參加那會議是參加什麼會議 很多人搞不清楚 甚至可以告訴在桃園辦的 那個機械工會聯合會的 我們問他說 你到底是不是 就是同意砍掉七天國立假日 他說他們從來沒有 同意要砍掉七天國立假日 35場的會議 那個 這個部長可以公布給 問問那些人 參加會議的人 到底知不知道 你的會議的過程中 是怎麼樣 是告訴他 是要砍七天假嗎 是這樣 好 所以 剛剛我們毛理事長 其實講得很清楚 這35場會議裡面 其實有很多很重要的 就是勞工團體 並沒有被受邀 那受邀的 去了 到了縣長 他可能還不知道說 今天要討論的議程是什麼 所以其實在整個 去年的整個過程裡面 其實這件事情 並沒有被認真的討論過 而且到底是誰來參加 其實大家都不是很清楚 到了今年 大家在討論這個議題 我們才去找說 到底是哪些人 參加這35場的討論 好 那所以 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 理事長 你對於說 這一次勞動部 他三千年的七天下 他對於勞工 實質上面 會造成最大的損害是什麼 你可以替我們大家說明一下嗎 我還是講一下 台灣工人事實上 不是有週休二日 並沒有週休二日 我拿台南市 停管處的一個例子 講給大家聽 他是從禮拜一到禮拜五 每天工作七小時 禮拜六工作五小時 所以週休二日 跟這是兩碼子事情 所有歷屆勞動部 勞動會主委 沒有一個人是在過程中 降低工時的時候 砍掉國定假日 國定假日休不休是另外一個事情 可是重要是 這七天是有心的國定假日 工人上班的時候是給加班費的 可是我們今天很清楚是 少掉七天的國定假日工資 假如是領基本工資的人 他平均少了四千九百塊錢 像我這樣的工人 我是少了一萬四千塊錢的工資 年所得我少了一萬四千多塊錢 所以剛剛部長講的是對的 事實上他是幫資本家 省掉六七百億的錢 我們自己估算大概是 將近九百億的錢 光我們像我們這樣的工人 都少到一萬四千塊 我們有二十年沒有調薪 可是一次就拿掉一萬四千塊錢 而且另外一個 我們看到那個會議記錄裡面 邱敬燕 邱老師有講 勞動部沒有權利砍架 黃承冠 黃老師有講說 你要清楚砍掉七天假日 砍掉七天有心的國定假日 是有心的國定假日 好 那我們先寫我們毛理事長 那我請一下陳部長 來 陳部長 陳部長 那剛剛我想我們的勞工團體 這邊的一個意見你也知道 那其實長期以來 我也相信你都有聽到 勞工的一個聲音 那其實我們之前有一個很大的爭議 就是說我們勞動部聲稱說 我們希望大家公務員 跟一般勞工的休假是一致的 那我們希望說他能夠週休二日 但是我們之前一直討論過 36條不休的狀況底下 那員工其實是 現在的勞工其實是沒有辦法 真的做到週休二日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會想要 我回答一下好不好 剛才大家所談的 好像都是勞工吃虧啊 那我是不是建議 我們就回到原來的法律 就是勞工每週 每兩週上班84小時 然後國定假日全部恢復 這樣子勞工又少了6天的假日 我現在必須要講清楚 我們是 我們現在是給勞工多了6天的假 對對對 整個是把國定假日減了之後 還多6天 所以你現在不是偏頗的講法 你現在講法是偏頗的 我們往下 怎麼可以往下呢 你沒有講清楚之前 怎麼可以往下呢 這個我們一直都知道 但是 勞工是增加了6天的國定假日 這6天的假日 這6天的假日 通通都有新 假設他出來上班的話 都要給薪水耶 好 部長 我再問你一件事情 因為你剛剛也說了 你這個戒期也沒多久了 剩下50幾天的時間 那我想要問啦 因為上個禮拜你有說啦 就是這個你們要做 你們民進黨政府上台可以去做 好 那我今天我不是民進黨的 我是要替所有的勞工來詢問你 就是如果今天我們退回去行政院 好 那這件事情 你還有53天的任期 那這兩個月裡面 這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面 所以這個案子就停在那 就是繼續白爛 就是這樣 那看委員怎麼決議啊 好 那如果今天是這樣的話 謝謝你們 真的是一個白爛的政府 好 再來我想要問一下 明天就是3月29號了 那以部長你的認知 明天是可不可以放假的一個日子 明天是紀念黃花崗72劣勢 對 它是一個紀念假 沒有放假 以今年的私行事者是不能放假吧 對 好 所以如果我今天的勞工團體 它還是跟去年一樣 它還是沒有實施真正的週休二日 那我想請問一下說 去年有放假 或者是去年有上班 有領家班費的這些人 好 再沒有改變這個 例行約定的情況下 這些勞工到底可不可以休假 他們今年多了6天的這個 平時的休假 這個那也都要追回來嘛 假如說3月29號他們要放的話 那麼前面他一週本來是兩週 84小時上班的 現在變成一週40小時 那麼他所嫌少的上班時數 是不是要追回來 好啦 所以部長好 這個我覺得 其實我對你今天的這些回答 我覺得是蠻遺憾的啦 但是我也知道說 因為你們已經快要結束你們任期了 那對於這樣子我也只能無奈的接受啦 但是我還是覺得說 就是當一天的和尚要交一天的鐘啦 不要就是這樣無所謂的態度 好 謝謝 向各位委員報告 因為時間的關...